白杨修士的警惕东方前十二代祖江太公辞语 第四部分 三 白杨天榜之书胜术流动静难了死 善事莫贪 恶事莫乐 见善如可 闻恶如龙 为善罪乐 道理罪大 仁慈者寿 凶暴者亡 无奈东方前十二代祖江太公 奉母指道此产道 早已隐身参母驾 再问贤事可安然 贤事今日讲解树流动静 我乃各种翘楚 今日奉了母命特道此坛 红道结缘 贤事情看黑板 善事莫贪是为何意 善乃只好 人都有欲念 都会求好心切 总希望好上家好 但不知细水长流 所以善者切勿贪求 那恶事莫乐呢 如做贼道或投机取巧 或暗昧其心 切勿喜爱 引以为乐 若见别人痛苦 更当将心比心 这样明白吗 见善如可是何意 是不是需要可求贤财 见到好榜样 将他学习 见贤思奇 闻恶如龙呢 是否听到是非谣言 或不是真理 皆应该装聋作哑 不可听信 以免扰乱视听 动了真如知性 是否 如此说来 闲事听得明白吗 为善罪乐是何意 为善罪乐 乃当你帮助别人 看见别人 因为快乐 就是是自己 最大的喜悦 所以道理最大 天地为贵 道乃里路 里路皆乃 人所必须经过 天地有道 常养万物 天地有道 你们可以生存 五谷风登 四时不乱 是不是啊 天地有道 所以你们不会遭到 许多的灾祸 和天摇地动 三灾八难等 当人心为危 道心为危之时 上天降节 那时你们将无处可逃 求得真理大道 乃是最为要紧之事 而仁慈者受 是何意呢 仁慈者戒杀放生 是不是不造恶因 而种下善因 爱惜悟命 众善因得结善果 仁慈者爱万物 上天也回报给你 明报物语 挤积挤腻 如同别人能够将心比心 感同身受 凶暴者亡呢 那凶暴之徒 犹如节昼一般 就种下亡国之音 而成匹夫之勇 杀人如麻 结局还是如何 一堆荒土埋尸骨 而且树立因果 如影随形之报 三世不断 那来日必展不清 闲事明白否 我将尚特别喜爱 以此话劝醒世人 因为求此大道 并不是求得天命真传之后 你就能够了到成仙 而世人忙下修炼 喜好树留动静 当时 风神榜上 各个都是能守 但是天生万物 一物自克一物 一物更比一物灵 所以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一山高过一山 人的心 千万不可同天计较 昔日风神 风365位正神 有许多星宿 和汉星斗 那时风神为何 乃是在弘扬之时 机缘成熟 各教人士或修人道 或修顿见法门 或树留动静 累是基因累是成 上天方将使命 让无封神 带天而言 天命古时乃传帝王 今日到降火宅 而等可感荣幸 昔日真理大道 只传帝王 清阳时期有九节 共传了九世 清阳时期乃水节 当时 整个地球洪水泛滥 无论东方 西方都是水灾泛滥 有些修者可以借节成道 有些未修的 因此节而亡命 水火无情 天道乃一脉相承 而传道无太功望之时 风神榜流传天下 古今 风神分上四步 雷火温神 下八步 列星列宿 山川五月 主管星云不语 人间善恶 更由日由神 夜由神 由直时神 直日神 直年神 也有增福神 损福神 俗云 举头三尺有神明 不管白天 晚上是不是 你们应该了解 举头三尺有神明 该增的增 该减的减 行善积德 终德好报 那如果行恶 亏损应德 是不是也替自己的福德 亏损不少 也会遗害子孙 闲事甚思 仔细思考 是不是如此 而在白阳 弘阳之时 修道之方法 法门不一 树流动静 乃在弘阳之时 释迦牟尼佛之弟子 如十大弟子 五百阿罗汉 总总的修成之人 各个已显神通 度化世人为主 就连世尊也不例外 但如今白阳普度之时 法门已变 武教扎根 而修持武教之人 有的也以道庄降凡 成为白阳修士 而武教之心传早已丧失 代代明师 师师密附本心 佛佛为传本体 从来没有泄露天机 所以 今时你们求道 不论顿见法门 顿者一世修成 见者累世修成 可以集住武教法门 累世修持 而终究能够达本还原 今时你们求得意志 好比顿修一般 一世修成可料罪孽 但是六万余年的因果 落在肩上 时时让你们不痛快 或者有灾殃 或者有病痛 或者难得家庭和睦 或者事业不顺 何以有人功成名就 富贵荣华一生 而你们住在小巷陆市 一生默默无名 皆乃 累世修来 圣人求心不求佛 求自己的心 惜胜惜贤 那愚人求佛不求心 所以只能临时抱佛脚 圣人求心 自性了然 明白本源 时时刻刻 念念不理本性 无有杂思妄念 求此心耳 孔子曰 人有无疑 圣人 贤人 君子 世人 庸人 你们是那一众人 你们愿为圣人吗 惜圣惜贤 可得圣贤之果位 再论贤人 你们贤得吗 贤事不要客气 累世已有羞耻 今日坐在法船当中 你把自己比比看 还有多少人在花街柳巷乱逛 还有多少人 沈迷在酒色财气当中 今日贤事坐在此听道里 是否根基好 聊以自慰 修道并不是指得道 其实并无所得 只是告诉你们 本来面目在那里 人何去何从 当你要进入一间房子 从正门进入 是不是可以被当成客人或主人 如果你从窗子进入 那你是不是贼 六贼 六贼 六根未静 今日出而不由护 虽能返本还原 不从正门出入 自然沦为贼已 坠入苦海 六道是否 存好心 做好事 这是世间人一般的想法 但存好心 做好事的标准在那里 有的人说存好心 做好事 就不用求道 那永远庸庸碌碌 而在苦海中轮回 贤事可曾到寺庙当中 研究拜佛 清阳时期 口诀是什么 无量受佛 想必贤事一定听过 青叶红花白脸藕 今时我手上怀抱何物 此乃弘扬手印 是不是 好比贤事要进进出出 没带钥匙怎么进入 那你们要从凡入圣 只存好心 做好事 可是没带钥匙 能够回礼天吗 即使你知小房子是你的 但你没有钥匙 而拥有钥匙的人 才是那间房子的主人 就算你把它背在身上 你也就不得其门而入 这样明白否 而且道之本体 放之则弥六合 卷之则退藏玉密 从有无相生之间 生育万物 有情无情 一切你们都要看破 不要以为一间房子 只要打破窗子 就可以进入 先天大道 无形无相 不得其门而入者 只能在周围 外围徘徊 而如今 得一点真传者 就是带钥匙之人 上天老母苦口婆心 派下佛祖下凡助道 而苦心故意先播种 立武教 教人处事 贤士可记得否 想必武教宗旨 各个都能朗朗上口 不论在中国 西方 武教分布之广 信徒之多 不可计其数 贤士走在街上 处处看见拜观音 处处有人拜妈祖 有人拜观公 有人拜土地公 天上的和汉星斗 山川五岳之神 人人无步膜拜 希望求之而得庇佑 今日闲逝到此佛堂之内 无非研究 性理真传 额外还求先佛保佑 何家大小平安 但是问你买东西不付钱 东西能带走吗 你不做功德 先佛能救你吗 不要在鬼门关门口徘徊 你虽然求了道 天榜挂号 地府抽钉 就算你静坐 能灵魂出窍好了 能知过去未来因果 但你们身上的污点 累世的业力没有清除 那如何是好 你向人借钱 过年了 你要不要还人家 你不还钱 人家也要逃 更何况六万年生生世世的轮回 一草一木 一股粒 分毫算得清楚 这样明白吗 愿粒如船 夜粒如石 船可不可以在石头 可以 只要不超重 今日你们求到立了十条大院 如果能装一千公斤 你把一千公斤的石头放在船上 是不是刚刚好 如果超过 是不是船要沉了 所以闲事小心 今日夜粒可以被愿力来载 你们要立愿疗愿 如何与众生断因果 亲口如素 借杀放生 这样明白否 众人皆有妻儿子女 而鸡羊牛狗也有亲戚 都要有父母来生育 如果你们拆散人家的家庭 使他们心生不平 骨肉分离 在因果律之下 亦将受果报 就好比你在一家杂货店 收一天欠十块 一百天之后欠多少 一千块 是不是主人要跟你讨 因小鸡大 滴水石川 闲事要好好掌握现在 人生是苦海 有用之身有几年 不要以为还有明天 你希望在明天 但是你今天的手仍然是空的 你要把握的是现在 做人处事的道理 人人皆懂 但有没有实行 我在喂水盘钓鱼 且鱼具是直的 我不钓鱼 而在钓王猴 我要钓文王 为什么 因天命使然 金献相成 文王若无礼贤下事 尊敬贤德之辈 又岂能成其大事 如无大度量 又何能为一国之君 是否 今日闲事看看此佛堂 看看两位典传师 是不是他们有大度量 他们的爱心照顾你们 有没有 有 如果他们没有付出爱心 关怀 你们相信他们吗 求道并不是送东西给你们 反而是叫你们 搅功得扬 拿出时间听道理 若是没有上天的感化教育 若没有天命大德的护佑 那你们如何能安坐在这里 有杀生吗 人若能不杀生 便是有慈悲心 但有慈悲心仍不够 还要智慧 现今道盗盘混乱 人人自危 有些人以为三宝已泄露 必须重传三宝 你们有信心吗 真经不在纸上 如果能在纸上写真经 那就不叫真经 叫有字经 无字真经并不是能写在纸上 且报纸刊登的三宝 并没有天命的印证 若是你们有人知道三宝而玄关未开 那仍旧还是不得究竟 贤士可曾听过三观九口 为何要经过 贤士从外面进入佛堂 有没有洗净手 整理服装仪容 礼拜佛祖 然后安顿身心 这一步一步的程序 好比世间人要朝皇母 从凡间到礼天 是不是鲜艳正身 你们自己一家人认不认识 一定要认识吧 但有陌生人闯进来会如何 是不是会把他当小偷 除非他是你的亲朋好友 今日求道者犹如一家人 修武教者如何亲朋好友 武教之人若能真修实恋 则必然能够得到究竟一指 所以 不要轻视武教之人 不要轻视年长者及年幼者 因万法平等 众生平等 今日你礼拜我 我仍须观自在 此乃因人人得要面如来 如来在我们身上 礼拜佛祖好比礼拜自己般 神心悦得清静安宁 则好比先佛一般的心静 是否 因此不要起不平之心 历代祖师有许多皆不识字 犹如六祖 明文最甚 但也劝化世人 虽不识字者 虽助偏远者 虽口才迟钝者 虽衣着朴素之人 皆仍有如来之真佛性 闲事不妨回家看看 你的家人 你的左右手 是不是都和你一同有思想 智慧 且都能存好心 做好事 以后应当相敬如宾 长幼有序 父慈子孝 夫妇有别 朋友有信 君臣有义 是不是 事事样样 一定要合乎刚常伦理 你敬他三分 他也敬你三分 人与人之间 有一座无形的桥梁 它是什么 那是你们的心念 你们懂吗 就像你们明白 点传师对你们的苦心 就像你们对住偶像 求佛拜祖 保佑平安 你们对住木头佛像说话 能得灵验吗 为什么可以得灵验呢 是不是以心一心 先佛的心 非常平静 所以众生有求 一定能够得到感应 这样明白吗 你们既是先天佛祖 不要流连尘世 虽每个形象不同 身世不一 但修得早 修得晚 都要修到明心 见性而已 不是修到数十年功力很高深 而是要在刹那间 放下万元 闲事是否身心料然 俊能放下 青阳时期 封天诀一千五百年 弘阳时期 封天诀三千年 故而你看着弘阳期当中 知弃天神 果位也不会超过三千年 天有三十三天 层层境界不同 如果你们能跳过三十三天 就不会坠入因果轮回 如此明白吗 气界之神 修持三纲五常 四为八德 秉持其劫烈之心 可成为孝子 劫富烈女 也可以成为忠臣 义士 世世代代受人相焉 闲事爱惜生命吗 叫你们为了保全明节之时 牺牲性命 舍得吗 一定舍不得 因繁星未断 不能慷慨负义 今日要闲事万元放下 昔日有个老太婆 每日念佛甚虔诚 有一天 她对佛祖说 你什么时候来带我走 我就什么时候走 如此念了很久 被一个顽皮的孩童听见 那小孩捉弄她 躲在佛像背后 说了一句话 哪一句话呢 我现在就带你走 结果是不是把她吓死了 所以身心要放下 如此明白否 不要念口头禅 否则只是往修大道 爱惜众生 不以形象而论 众生形象有大有小 不管善与恶 只要公平对待 如此一来可平地府怨气 如果闲事修持的成正果 才有万八年的逍遥 时间我不多占 只求闲事 谨记在心 凡事随缘 切莫强求 眼前你败的名师 要日夜追随 不要得过且过 人之旦夕祸福 不在你等手中 你们不能知晓 要每日修持 日日生日日死 生一日死一日 日日是生日 日日是死日 你就当作今天就要死 你敢不休吗 不敢 要督促自己怠惰之心 一定要记住 日日是死日 你天天都有可能要死 做事情要把握分秒 要学谁啊 要学天地 学圣贤先佛 来此听到机缘不易 一人有三心四象 七情六欲 容易随波逐流 你们如果随波逐流而去 被水飘走 就不坐在这里了 所以要珍惜此等善缘 这里好吗 好 日后你们当要更加精进 引渡更多有缘之人 佛前并无戏言 此处道物势必红展 三草原人诸道显化 陆续而来 你们六万年的姻缘成熟 你们应当要料到 机会已经给你 不要没有把握 只要存心做事 事事实恩 母德记在心中 那你度人无往不利 成全别人 无所不能 上天可以让你依靠 但你要信任上天 信任大道并不是要你们求有行 而以用真心来契合 大道是不能用言语来道破的 既然就此结缘 太公下凡不易 有缘的见者 也是三世修来与无结缘 希望闲事今后 不论道场及各教人士 不要互相排斥 毁谤 这样懂吗 你们见善见恶 不可启分别 我累是下凡道庄 已不叫江太公 但换汤不换药 今日闲事累是修持 成佛作祖有日能成 也是累是修持的来 望好自珍重 凡事众胜清凡 不枉上天一片苦心 好否那就此拜寇母驾 诸位贤士得到平安 愿诸位贤士道成天上 名流人间 海上仙岛东影之光 九十二心灵之汤配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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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